各位觀眾朋友,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聖經金句 就是來自《訓導篇》的 《虛而有虛,萬事皆虛》 《訓導篇》的一章二節 《虛而有虛,萬事皆虛》 這句說話一聽完都知道有一些 看破紅塵,人生變幻無常 一些宗教對人生的看法 好像可以跟一些 東方的宗教很多思想交流 或者有些人想,聖經也這麼說 沒什麼可以被我們抓得住 可以作為一個人生的目標 這些全部都是虛幻不實的 如夢如幻 會滅的,會醒的 首先我們要明白 這是《訓導篇》在舊友裏 即是說天主的啟示未曾圓滿 所以 實際你看這個世界上的外面的變化 表面的變化 的確是這樣 虛而有去,萬事皆虛 但是當基督的啟示是圓滿 耶穌基督來,去到人生 面對死亡 好像夢幻什麼都完 是不是要醒 不過原來 最後是復活 是在天主的愛 天主的能力 裡面復活 祂才是一切 所以我們的 基督宗教的信仰 就不是沒有 不是好像某些宗教 他們的信仰 最後就是 萬事都是 由虛而來的 這些都是恩悅而成 有一些 祭慾 就偶然生成 我們就不是這樣 我們說這些是創造以來 後面有一份的智慧 後面有一位的神 有位天主 他是愛我們的 他創造這些一切 所以這些一切是虛的 因為唯有他是實的 所以我們的 宗教信仰 到最後不是沒有 而是有 而且是非常有 萬有都在天主之內 看訓導篇 就必須要 懷著這份 對基督復活的 辛約的信仰 基督圓滿的啟示 我們才能夠明白 就是訓導篇所說的 虛而有虛 萬事皆虛 訓導篇一章二節 組織篇地匯 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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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